是世界上最有福报的国家 因为读书不要钱 医院不要钱 这边的出家人 各个这么庄严 所以愿此地的大法师慈悲 都回向给世界各地 没有佛法的国家 更要感谢我们苏比达法师的慈悲 让我们前前后后 已经在斯里兰卡救了5000多条的牛 也可以说斯里兰卡是全世界救牛 保护牛最好的国家 所以昨天我有跟我们苏比达法师说 斯里兰卡的佛教 不应该只有在斯里兰卡 应该在国际 也愿斯里兰卡的法师 学中文 学英文 学拉丁文 把佛教传播在全世界 现在的世界 虽然有些人很有钱 物质科学很进步 但是他们的心灵都很空虚 如果他们来到斯里兰卡 他们就可以找到幸福 找到快乐 因为他们来到斯里兰卡 就可以看到这么多位脸都像释迦牟尼佛的法师 他们如果来到斯里兰卡 就可以看到眼睛最像佛陀的老百姓 小朋友跟着眼睛很漂亮 微笑 但是很可惜 大部分他们都呆在斯里兰卡 不像我们苏比达法师 会到全世界 去把佛教弘扬 所以愿我们斯里兰卡尊贵的法师 为众生都学中文 都学英文 多到世界各地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大法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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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 大众欢喜供养在座三众 在大萨珍妮前子所说经中说 供养出家人饮食 衣服 所得福报包含了能消灭自己的无名 且为自己开启了善道之门 灭除几身烦恼等等无量福德 我还能消灭自己的无名 我以为自己开启了善道 我能吃完善道 你很难复 我的天啊 我都在老大 我都在买道 我都在这儿 我都在那里 我都在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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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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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全世界牛最快乐的地方了 我们在缅甸 台湾 印度 尼泊尔都有在做护身园区 特别牛的 但是我今天来看这边是最快乐 最自由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缺草 因为种不起来 我们在台湾租了很多土地 种了很多草 但这边没办法种起来 所以刚刚我也问过法师 他说一年有六个月要买草 一年六个月买草 然后每一天买草是2500块这边的钱 大概20块美金 所以我就长话短说 所以现在要大家帮忙的是 每个一年六个月买草的钱 还有他们这边工人照顾的钱 还有有时候牛生病看预生的钱 所以这也是一个功德 那一般的老牛都送到这边生病了 然后那些能够做事的 他们我们就送给了贫穷人 刚刚我们进来这个区域 还是算贫穷的地方 所以大家把握时间要做功德了 一天20块美金 一个月叫多少 六百块 对不对 都可以 我们出多少 算多少 就买草的钱 反正是帮助医生的钱 等等 帮助护身员运作的钱 我这边也要感谢斯里兰卡的政府 提供这种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